不仅是花香 而且还有细微的药香 那么难闻的药碗 还怎么会香啊 果然是我晕船难受的糊涂了 大约是我自从敲灯文骨后 喝了一年多时间的药 哪怕到了如今 每年也要喝一阵子的药 寻常也是时而会因为突发情况 偶尔再吃一两颗药 以至于身上流了药 因为都是好药 可能苦味散去 留有药香吧 林华许久不见燕青说话 以为他睡着了 他热得不行 悄悄地往外打算挪一挪 别动 原来没睡着啊 这人形报纸 可真不是人干的事 真是煎熬死我了 哥哥还是睡不着吗 当年你敲灯文骨高欲壮 板子落在身上时 在想什么 我在想 只要大难不死 我一定要将太子太傅踩死 还有东宫不仁 有朝一日 帮萧枕也踩死他 这倒是正常的想法 你就没有点不正常的想法 我迷迷糊糊时 想要见一个人 算不算是不正常的想法 那要看你想见谁 陛下 才不是 我敲灯文骨 就是为了见陛下 直达天天高欲壮 他是我一定会见到的人 但可不是多想见的人 就是做梦都想见的那种 你说 你 啊 哥哥很意外吗 你确定 确定啊 他轻轻地笑 忽然也不嫌弃被燕青抱着热了 主动地往他怀里拱了拱 整着他胳膊 那时 我只是后悔 当年你第一天做顽固 跑去山珍海味阁吃饭庆祝 我怎么没约我娘抗争到底 跑出去瞧一眼 该是多么漂亮的小公子 让我娘都连连称赞 因你长得好看 给你免了单 竟然还有这事 四年多前 我做顽固的第一天 去山珍海味阁吃饭 当时你和岳母都在 零话点头 可是我也没见着岳母啊 我娘自然不会把你叫到面前 仔细看你 山珍海味阁 是我娘的地盘 你在她的地盘吃喝 她想看看你 太简单了 你带我去七云山 我曾问过你 山珍海味阁与你什么关系 我两次被免单 与你有没有关系 你当时失口否认了 当时不是怕你知道 我很早以前就惦记过你吗 怕我对你用气 给你下米心草的事暴露 毕竟你太聪明了 来你说说 你多早之前就惦记我了 四年前 你不是没见过我吗 我娘见过呀 唉 四年前 我娘为了教导我 尽快接手她名下的产业 带我去山珍海味阁盘账 我被一摞又一摞账本子 弄得一个头两个大 听掌柜的说 来了一个漂亮小公子 长得可真好看 她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漂亮的小公子 好像是端进侯府的小侯爷 据说 那天正是做顽裤 来山珍海味阁庆祝一下 我说我去看 我娘让我把那些账本子都看完 看不完 不准许走出房间 岳母明智啊 我娘是强硬霸道 哪里明智了 若是岳母当初允许了 我岂不是早在四年前 就被你缠上了 这话说的 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让她无法反驳 然后呢 然后就是 我娘跑出去看了 说你比秦桓长得好看 可惜了 怎么就误入歧途了 我说 我喜欢最好看的 既然秦桓没有你好看 让我娘去退了 安国公府的婚约 给我定你 被我娘骂了一顿 骂得好 不让你报了 连话伸手推她 爱晕不晕吧 燕青不见多有力气 一手扣住她 她便推不动了 你有婚约 还吃着碗里的 惦记着锅里的 你还有理了 我不早就说了 我不喜欢秦桓嘛 就是位于我娘强权 每一回提出反对 都要遭一顿骂 我那时候又没有长大 翅膀又没硬 反抗不了她 只能先忍着 所以 你一边忍着 一边就惦记着 骑马找马了 灵化 气了个人养马三 不知哪儿来的力气 伸手推开她 对她瞪红了眼睛 殷青 你还是人吗 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才不稀罕 我很小的时候 就想退婚 我娘不让 退不了 我有什么办法 哪里像你说的 这么龌龊 骑马找马了 灵家遭难后 我自己立了起来 敲灯文骨后 在床上躺了两个月 安国功夫的老太太 在我敲灯文骨当天 要去灵家退婚 被削枕 那个王八蛋给拦了 她后来大概 也觉得怕被人骂 才没有那么急迫的 败高踩低要毁婚 等我能走动了 陛下宣我进宫 问我有没有什么本事 接手江南曹运 我硬了 在陛下跟前 立了军令状 我刚出皇宫 秦桓跑去宫门口等着我 让我放心 无论她祖母怎么逼迫她 她也绝不会毁婚 她指天指地的 就差灰剑以死明智了 我虽然无奈 但也确实有些感慨 我娘眼光好 无论安国公府什么样 秦桓未被淤泥所染 若是嫁给她 倒也不错 但奈何我不喜欢她 我自然不想委屈自己 当日便想着 但与安国公府 解除了婚约 毁了婚 我将她 当作兄长一般 对她好 后来我亲自拿着婚书 去了安国公府 见到老太太 那老太太自然 没有毁婚的打算了 处处伏地作小 就差将她孙子卖给我 让我立马带走了 脸面大转了个十八弯 唯利是图的那个嘴脸 我至今还记得 我当时还不得适 就算强行毁了婚 无论是与我 还是于秦桓 都没有好处 所以 我将云露派到了她身边 后面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我除了算计泥外 哪有一点没有 按照我想的做 秦桓如今 摆脱了安国公府 那个泥潭 又金榜提名 对我也无怨言 有何不圆满 偏偏你 处处看不上我 她说着 忽然委屈上来 一下子气狠的 你 你若是一直看不惯我 看我不顺眼 处处不合你心意 质疑我品性得操 不是良善之辈 歪心歪肠 黑心黑肺 想着与我绑在一起 让你终生不疏心如意 视为污点 那我们就合理好了 或者你现在 就给我一封修书 停靠传案后 我派人送你回京 然后 我处理完梁州的事情之后 亲自去太后面前请罪 放你自由 她说完 转身就要下床 面枪一把扣住她 躺着的身子 也跟着坐了起来 认识到 今儿是惹恼了她 她虽然不会哄人的气量 但到底天生聪明 懂得怎么放 怎么收 你松手 还拽着我做什么 林华脾气上来了 伸手打她手臂 林华发气很来 手劲也挺大 至少燕青就觉得 这不是脑痒痒 而是真的被打得手臂挺疼的 燕青闷声不吭地抱着林华 任她胡乱打一气 林华打了一气 不见燕青有什么动静 很是安静地扣着她抱着 她渐渐地收了手 疑惑地扭头看她 只见燕青紧抿着唇 一脸的安静 她脸色因为晕船太苍白 有一种生病的孱弱 林华虽然心里气得不行 但这一刻也没得有那么一点 欺负病人的心虚 毕竟说话就说话 打人是不对的 尤其是她打得好像还有点久 打了多少下 她不记得了 只觉得手麻得不行 打够了吗 不过接着打 打够了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刚刚不该混乱说话 林华微微睁大眼睛 吸了一腔气脑 忽然卡顿 变成了震惊 她猛地又抬起头 看着燕青 她竟然给她道歉 她怀疑她听错了 哪怕被气得很了 说出绝情的话 但她道歉这种事 也是林华从来没想过的 是我欠揍 不生气了好不好 见林华不说话 只盯着她看 她灵机一动 故作难受的几分虚弱 我好好的天不聊 非要故意惹你生气 是晕船晕昏了头 原谅我这一次吧 若是你还觉得不解气 继续打我 她往前凑了凑 指指自己这张脸 打脸也随你 林华看着燕青 忽然伸手狠狠地去捏她的脸 刚落手 便捏出了一个红印 燕青一声不吭 她却在看到她的脸 被捏出红印后 立即松了手 因为她脸色苍白 脸上挂了一个 捏出来的红印 便尤其明显 她没忍住 摊开掌心 又给她揉了揉 但刚刚力道有点重 揉也揉不散 这么好看的脸 挂了一个捏出来的纸印 十分地破坏美感 林华瞬间后悔 冲着她的脸下手了 看着她 心里的气忽然也散了 算了 我不舍你气了 我是故意说话气你的 秦桓哪里有我好啊 你从小就不想嫁她 又有什么错呢 你说得对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着实令人讨厌 安国功夫那个老太太 确实更讨人厌 招人恨 秦桓不知你算计她 如今摆脱了安国功夫不说 还金榜提名 可以自立门户 以后多的是贵女相求 她不适合你 如今也算是求人得人